長江特辦員我們回到了早餐店槍擊案的事發現場 那麼今天上午7點多的時候呢 當時這間早餐店生意非常好 裡面客人很多喔 但是消息嫌犯他騎著機車來到了這間早餐店 第一個就衝進去 透過這個村聯旁邊的這個入口 進到了早餐店的廚房還有櫃檯裡面 第一個碰到的就是早餐店的老闆娘 其實他對老闆娘早就急遠已深 他對著老闆娘呢 舉著槍 對著老闆娘說呢 你很搖擺喔 之後呢 就對他的眉心 進行這個行刑式的開槍 碰的一聲呢 就讓老闆娘倒地不起 當下血流如注 那麼之後他又轉往呢 在肩台旁邊 正在做早餐的 也就是他的前妻早餐店的女員工 那麼他呢 也準備要對他的前妻來開槍 但是當時呢 卡卡 這個槍沒有辦法激發出來 因為卡彈了 所以他正在清理槍的時候呢 他的前妻就趕快嚇得倉皇 奪門而出喔 那麼之後這個嫌犯知道說呢 可能等一下警察就來了 因此呢 也是趕快透過這個入出口呢 騎著他的機車 那麼騎車 往這個騎南方向逃逸 我們來替一段 當時募集民眾他所說的 為什麼這個消息前方他手段這麼兇殘 幾乎越想要置人於死地喔 根據警方跟我們說呢 其實這個消息嫌犯呢 他呢 之前呢 就對他的前妻 也就是那個早餐店的女員工呢 拳打腳踢 因為他懷疑他從越南回來之後呢 就有這個外遇的情況 因此呢 長期的家暴 讓這個女員工呢 根本不堪忍受 因此呢 其實他常常跑到 跟他情童姐妹的 老闆娘的家裡面來借住 那麼這個消息嫌犯呢 就覺得說是老闆娘害他 跟他的妻子分手 因此呢 其實多次呢 要找他們來騷擾 而且呢 還會四處的這個 恐嚇他旁邊的鄰居啊 說你最好是不要來找我老婆 或者是恐嚇老闆娘說 你不要顧用我老婆 當你們早餐店的員工 不過呢 這個老闆娘 他非常的情意相挺 都非常挺他的女員工 因此呢 都還是收留他的女員工 而且呢 借他家住 沒想要因此招惹來 這樣子無端的受麻煩 那麼根據我們了解 現在這個早餐店的老闆娘 他因為這個前額呢 中了蛋 警方是說呢 嫌犯他持的槍呢 是一把瓦斯槍 因此呢 是鋼豬蛋 卡在他的前額的部分 目前還沒有辦法開刀去取出來 情況是十分的危急 那麼他的姊姊上午來的時候 也是相當的憂心忡忡 那麼其實呢 對於這個嫌犯的這樣子一個行為 也是感到非常的痛悟 那麼警方是說呢 之後這個銷信嫌犯呢 他從這個方向逃逸之後呢 騎車騎了一段 又換了他的白色轎車逃逸 顯然是有備而來的 因為呢 他在這之前呢 就在他的臉書上面預言說呢 這個早餐店要關起來 他會來開槍 沒想到他真的來開槍了 警方是說呢 根據他們所掌握的 這個行蹤還有下落 發現這個嫌犯呢 目前還沒有離開這個奇山地區 那麼相信不久之後呢 就會把他來追起到岸 就在那個下落 有機會 遇到他